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得不到关怀的老人们在这个卖保健床垫的公司里得到了安慰 一个个都十分信任这里的销售员 在我们事后慰问老人们时 偶然间听一位老人的儿子说起 我爸当时还认了那个骗子当干儿子 红包都疯了 老人们退休在家 生活单一空虚 身体不好 时常感到儿女照料疏忽 他们比一般人更加关注健康 只要对身体有好处 多贵的保健品我也愿意买 在这样的情绪下 老人们被骗子哄得团团转 家里保健品堆成衫 辛苦节俭一辈子的钱就这么花完了 这件事上更讽刺的是 在老人们遭遇保健品骗局的时候 作为儿女的我们只会一味跟老人们讲 喂食见字 讲生产许可证 讲网站域名备案 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可惜的是 这一套说服不了老年人 于是儿女开始不耐烦 甚至不顾他们的感情 大声斥责他们上当受骗 浪费钱 而此时那些所谓的不法商家 正在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组织各种活动 投入大量情感 让老人得到倾诉和陪伴 于是老人们纷纷掉入圈套 自觉自愿花费多年积蓄 购买各种保健品 骗子确实应该谴责 但儿女们疏于陪伴 却也是老人被骗的一个原因 电视剧《老有所依》 讲的正是老年人迷信保健品 上当受骗的故事 剧中有这样一幕 一位退休前是机关干部的老太太 孩子工作体面 生活条件优越 而理应享受天伦之乐的她 却因早已习惯了工作时呼风唤雨的领导生活 无法接受退休后巨大的心理落差 她想要证明自己仍然是个有能力的人 于是当骗子用高收益忽悠她购买保健品时 她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每个月的养老金 全部买了保健品 按照对方的承诺 买的越多回报越高 在第一次购买2000元的保健品后 骗子果然返还了4000元 于是尝到甜头的老太太 第二次更加无所顾忌地买了6000元 满心欢喜等着骗子承诺的12000元到账 却只等来骗子公司被查 集体跑路的噩耗 于是发财美梦一夜泡汤 老太太的心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们总以为强调面子的 只是那些还在摸爬滚打的年轻人 老人们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在乎什么面子呀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就像电视剧中的那个机关领导老太太 上当受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正是因为面子 我工作的时候天天指挥别人 退休在家 也要坐家人面前说得上话的人 而证明自己能力最好的办法 就是投资赚钱 其实退休在家的老人们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社会 有人际关系的地方 怎么能没有攀比呢 就拿参加骗子们组织的俱乐部来说 一起参加的都是邻里邻居的 隔壁张大爷平时花钱 可比我小气多了 他都买了 我能不买 再说了 人家销售员天天陪我们聊天 给我们上课 还送了那么多小礼物 买他点东西 就当还他个人情 怎么了 这样的说辞让子女们都觉得老人不可理喻 明摆着上当受骗 却怎么也劝不住 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各种阻止老人 买保健品的方法 有些人为了骗子不再上门推销 没收了家里的大门钥匙 老人们要出门 还得找他们拿钥匙 甚至还有让老人 把退休金和养老金 尽数打到自己卡上 每月只将生活费给老人 心想老人身边没有钱 自然也就不可能被骗钱了 诸如此类 看似为老人们好 实则剥夺人生自由和财务自由的例子 不胜没局 谁曾想 小时候父母的那句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竟然被自己反过来 用在了他们身上 记得海青主演的电视剧 女不强大天不容 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海青担任主编的报社 有次发表了一篇内容为 如何劝职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上当受骗的专栏文章 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编辑们在开会时讨论起这篇文章 纷纷表示自家老人 都曾经上过当受过骗 自己百般劝阻 老人就是不听 这是一个在报社实习的年轻记者 一脸不屑地转身离开 小记者剪着一头男孩的短发 穿着忠性 言辞犀利 一看就是个叛逆小青年 老编辑们出言责怪年轻人 没有礼貌 可海青去看出 他似乎非常不同意 老编辑们所说的观点 让他有话直说 小记者转头指着 其中一个男编辑的手腕说 你这块表得吃好几万吧 又指指另一个女编辑的包说 你这个名牌包也不便宜吧 怎么你们买表买包 一次花上好几万的时候 没觉得那是乱花钱 轮到父母买几千块钱的保健品 就心疼得跟什么似的 再说了 那钱本来就是老人自己的钱 在座的有人反驳道 我们那不是怕老人上当受骗 心里难过吗 上当受骗是谁告诉他们的 还不是你们这群做子女的 如果那些保健品吃了对身体有害 你们阻止老人买这没问题 可是很多保健品 即便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至少吃了对身体没害 老人们心里以为买到好东西 正吃得开心呢 你们上去就说这东西没用 外头就卖几十块钱 你们让花了好几千冤枉钱的老人们 怎么受得了 这事换做是我 父母要买保健品 甭管多少钱 几千几万 只要对身体无害 他们要买 我绝不拦着 因为这是他们的钱 他们爱怎么花 就怎么花 只要他们买了心安 还有你们嘴里所谓的骗子 三天两头跟亲儿子似的 陪他们说话 逗他们开心 老人们花钱买了你们应该做 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资格谴责他们 说完这些 大家都开始面面相觑 都低头不再说话 其实我并不完全赞成 电视剧中那个叛逆的小记者 所说的话 完全的纵容 也高估了不法分子的道德底线 也低估了一个 老人愿意为陪伴买单的决心 不少在日常交往中 无意中透露的家庭信息 甚至会危害一家人的安全 尽管不以为意 这段话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 我想是因为他说出了小时候 我想说 却没能说出的话 只不过现在是将孩子的立场 替换成了老人 小时候我们都曾在无数次 反抗过父母对自己的干涉 曾经的年少无知 任性草率 做事不顾后果 父母为了保护和教育 或许没收过我们的手机 或许逼迫我们上了许多 不想上的补习班 又或许不许我们跟他们眼中 不正业的人交往 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 我们可以用叛逆和争吵 一点一点地从他们手中夺回 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而今 与当时能够积极对抗父母的 我们不同的是 他们已经老了 正如中国那句古话所说 老小老小 越老越小 他们从强势变成弱势 从坚强变得脆弱 他们也会糊涂 也会任性 也会不负责任 但所幸 我们也已经长大 变得成熟 我们能够选择 怎样在情感伤害最低的情况下 告诉他们吃那些神药 并不能让你长生不老 我们能够选择 下个假期 放弃跟朋友出国旅游的计划 回家陪他们唠唠嗑 给他们捶捶腿 而不是让骗子们 代替我们做这些 我们能够选择 在他们买了我们印象中 毫无用处的东西时 不着急训斥他们 而是告诉他们 如果您需要这些 我可以买了送过来 正如公培德 在父亲母亲中所写的 其实 做父母的既不求儿女的高官厚禄 也不求儿女奉上的山珍海味 他们从来不会向儿所要什么 在他们心中 要儿女平安幸福的生活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 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许多路途 当我们也望着天边的夕阳的时候 我们才会体会到这种感情 有时候 我真希望父母能够永远保持任性 而不是令人心疼的懂事 至少这代表他们仍然迫切地需要我的迁就和照付 至少这样我的放心不下 会督促自己尽可能地多去陪伴他们 我们能为父母做的已经越来越少 别让他们成为那个 给予我们最多 却被我们忽略的人